近日于正版《神雕侠侣》开始定装 除了陈小眼杨过已经铁板钉钉 小龙女的人选却悬而未决 从Angela Baby到赵丽颖 从杨幂到国毕厅 昨天有网友曝光了一份剧组的演职人员名单 陈妍希的名字赫然在目 她竟然就是小龙女的扮演者 这一消息连导演王金都不敢相信 吐槽到那么胖的小龙女 在金庸的《神雕侠侣》里 杨过第一次见到小龙女的时候 曾这样描写 那少女披着一袭青纱般的白衣 刘四身在眼中雾里 看来约莫十六七岁年纪 书中小龙女其实只有十八岁 但由于练武功的原因 看上去比同龄少女小了几岁 观众们心中最经典的李若彤版小龙女 拍摄时李若彤是二十二岁左右 刘亦菲在2004年饰演小龙女的时候 就才十七岁 可是陈妍希已经三十岁了 这不禁引起网友的质疑 虽然她在电影《那些年》里演了一回高中生 但她的短脖子呆板表情 以及越发路人的打扮 她真的能再度装嫩吗 而且陈妍希胖嘟嘟的婴儿肥 最让网友们最为不满 有人翻出陈妍希在另一部剧里的古装扮相 那圆圆的脸蛋 也实在很难符合古人 常形容美人瓜子脸的标准 更有网友直言 陈妍希先要减肥 她现在很胖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